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开高走低 你可能误认为说 开高走低好像觉得好像又怎样 没有怎样 正常了 因为我跟你讲 我上礼拜讲过 这礼拜不会大跌 不容易大跌 但是不会大涨 老师这边压力 我没有讲这边是压力 这不是很重要 不是压力的问题 是连续涨了快2000点 你要给他时间 急不得 不是只有台湾 也不要讲选举 跟选举无关 那为什么我说不会大跌呢 就是因为有选举 所以才不会大跌 但是你要让它大涨 你要让它大硬 这个要大硬 这个要大涨才可以 那看起来美国股市的时间跟空间调整 好像还没有足够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期待美国股市马上就大涨起来 你要给它时间 对吧 你要给它时间 那你说老师他整理之后 未来的方向是不是往这个地方走 当然是往这个地方走 那当然你如果你是看空的你当然认为说它一定会崩盘嘛 那我不是讲崩盘 我是讲说你长了这么久的时间这么多个礼拜 那稍微跌一下整理一下 甚至如果有机会跌到了际线回撤到际线也涨这么多啊 跌到这里也没有跌破这里啊 就算跌到这里距离这边也还蛮遥远的啊 那有破坏到整个趋势吗 完全没有 这样可不可以接受 你要先接受啊 不然你如果不接受你会先买这个啊 你会去买这个啊 你会很坚定啊 你会很紧张啊 你就是说赶快赚快钱啊 之前没有赚到少赚了赶快拼一把啊 那我不是讲过你买越多套越多 为什么会套越多 因为在整理啊 指数在整理 个股在调整 怎么可能有一些股票会一直涨呢 有啊有一些股票是主力股啊 那你要做那个股票你自己去做啊 主力股啊 或者是对不对 靠这个情绪的啊什么啊 营收成长了 六七十个percent 六七百个percent 那你如果要这样说也没办法 随着你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是个别股的因素啊 那少数啊 那你说认为说它就要一直涨上去吗 不会啊 你认为会一直涨上去啊 你明天再追的话 我看你明天可能要套路了 没那么简单啊 像看营收要做股票更简单 你营收好要主力去买才会涨 你买不会涨 营收不好主力如果不卖它也会涨 你卖不会涨 不会跌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营收的报告那只是 只是就报告嘛 是报告出来以后好还是不好 跟涨跌没有关系嘛 没有正关系 一定要有人操作嘛 营收创新高要有人买才会涨停板 你买不会涨停板呢 你买一张怎么涨停板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看看这个股票 我今天不是打压卫生 我是说看起来早上跳空开 冲到167.5 哇这个看起来 就开始要冲关要攻涨停板 而且在今天以前都还蛮强势的 对不对 它至少都没有跌嘛 你看起来好像是要准备要大涨了 结果给你一个开高走低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在今天提及讲过 这怎么会涨呢 这里168 这边有个颈线 你跑到颈线 你这几天都在颈线底下这边整理 这条颈线 表示这边有个头部 有一个套牢反了 因为这时间还蛮长的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那你要让它通过这个高点 甚至通过今天这边 或是这边长黑的高点 这边都是出 这边成交量都稍微大一些 这必须要非常大的利多 不然就是什么 要真正的买盘 而不是当冲冒客 你看今天是当冲冒客冲出去的 当冲冒客 因为他打带跑的 他见风转舵 他今天跌下来 他没有把它关到跌停板算不错了 当冲 我说当冲的人 不要开玩笑 那这个我没有讲业绩好不好 没有啊我讲那干嘛 而是他因为业绩好所以涨停板 少来这一套了 炒作而已 我可以跟你讲 我也没有对他什么有意见 我只是跟你讲 这种公司每天都一直在讲 每天都在讲说他转亏为盈 转亏为盈 转亏为盈讲了好几年 也还没有赢 那会不会明年会不会转亏为盈 不知道嘛 你说怎么会起来跌停板 就有人买就起来跌停板啊 没有为什么啊 有人买就起来跌停板啊 你说老师你这样解盘怎么这样解 我就是都这样解啊 我重视的是技术面 我当然是这样讲啊 我以技术面为操作的基础 我当然是这样讲啊 我们不是不重视营收 不是不重视获利 没有这样这回事 问题是跟那个没有关系嘛 那个没有直接关系嘛 那否则的话如果我今天 今天不是在重视基本面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一直在讲这档股票 说他今年会赚65块 我干嘛讲 我说今年啊 我没有说去年啊 去年大概赚45啊 去年都已经 第四季还没公布啊 但是我预估出来是15块以上 那你看前年才25块啊 那是会爆发成长 那今年还会比去年 45块再成长到65块啊 那明年会到80几块啊 那也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法人 外资机构啊 都估到100块以上了 明年啊不是今年啊 那不是说 那为什么 那就是可预期 它的一个成长力 跟它的接单状况 跟它AI的发展状况 接单HPC跟AI相关的产品 那也是你 我没有看到啊 等你看到了以后 已经5000块了啦 没有啦 5000块是 我不是说它会涨到5000块啦 我的意思就是等你看到了以后 它又涨起来了 应该这样讲好了 你看到了来不及了啦 你看到了答案 你看到的是落后指标嘛 你看到这种东西没有用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全市场都知道了 有什么好讲的 当你看到了这个数字 我也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了 每一个人都看到了 那就没有怎么了不起啦 重点是我们要没有看到啊 要预估得到才了不起啊 所以股市是反映未来的嘛 股票价格是反映未来不可知啊 不是已知啊 已知没有用啊 已经知道的东西 有什么好用的 都知道了啊 都知道了啊 你不能说宏达店不能涨停啊 因为宏达店是 你不是说老师 宏达店都要急 那赔钱的公司 怎么可以涨停板 为什么不行呢 为什么它不能涨停板呢 对不对 炒错而已嘛 那你说老师 很多人就会讲说 常常讲说 营收创新高股票怎样 对不对 会讲这一句话 对不对 可是如果跌下来 很多老师都这样讲 那解盘真的很没有什么水准 我是认为这样讲 我是说如果这样讲 很没有水准 营收如果创新高的公司 跌下来了 如果营收创新高股票价格涨 他会讲营收创新高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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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样 他一定会讲这样 因为用这个来包装 营收创新高股票价格涨 如果股票价格涨 营收创新高 他会这样包装 如果股票价格跌营收创新高 不讲了 不讲营收创新高的事 会讲什么 讲说筹码很乱 对不对 筹码很乱 或者是瞎掰一些其他的事情 来说明为什么下跌 他就不讲营收创新高了 所以股票价格涨跟营收创新高没有等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个来思考模式来做股票 因为不一定 不一定 有的营收创新高会涨 有的营收创新高会跌停板 都不一定 他没有标准答案 那怎么可以用这个来做呢 那这种东西是反映在哪里 反映在技术面 你看到技术面那是真正的答案 涨就是涨跌就是跌 那没有办法争辩了 那大盘现在在整理 我怎么跟你讲会涨 你说老师从此开始 从上个礼拜是最低点 然后这个礼拜要开始要大涨 这个话我讲得出来吗 有些老师会这样讲 因为他每一天都不顾风险 他是为了做生意 为了表演 他吸引你来参加会员 然后叫你去买高档 赔钱你家的事 反正赚会费是他的事 可是我会不会这样讲 我该保守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保守 我没有把握 我就说没把握 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 告诉你这边是低点 而且我上个礼拜 一直跟你讲 有可能跌到这里 那我说有可能跌到这里 是不是一定会跌到这里 如果一定我就说一定会跌到那里 我跟你讲是有可能 那可能性在哪里 可能性在这里 老师那我们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如果你认为没有关系 美国股市跌我们保证跌的 一定是这样 涨我们一定是涨 因为就是我已经讲过 我都是这样讲 我也不会改 我就是认为是这样 美国股市是王 它是最大的市值 全世界最大 不然你怎么跟华尔街的那些市值比 你怎么跟那些股票 什么Google 什么微软 超微 苹果电脑 你这些股票你怎么跟它比 你有办法跟这些股票比吗 比市值吗 人家苹果电脑是3兆美金 3兆 不是台币 3兆美金是 你把它折合台币将近100兆 不要开玩笑 这么大的市值 当然他们会撼动整个市场 它会测动 它不管涨还跌 它都会影响到我们 那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 因为台湾都是以科技股为最大市值 我们都是科技股 我们靠人家吃饭 我们是他们的供应链 当然他们涨给我们 当然一定会反应出来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讲说 辉达跟AMD一直讲这辆单股票 我说超微跟辉达是不是空头市场 不是啊 它是涨都整理 那你要让它整理 那辉达跟超微整理结束没有 就还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私心早就喷出了吧 那辉达跟超微整理之后 会不会再创新高 我认为会嘛 那既然会的话 这个会不会创新高 会嘛 那这些股票如果创新高 这个会不会再涨 会涨吗 一定会涨起来的嘛 那现在不会涨 当然是现在不会涨啊 原理就是这样连贯性的啊 了解我意思吗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节目下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是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下 现在又在公布营收嘛 那当然有一些公司一定是会比 越营收会退 或者是连营收还是会 会衰退很多 我用这档股票为例 这营收它不会上来 这连营收一定会一直退 因为在 它一直在去化它的库存 因为整理 因为库存没有结束以前 它的连营收一定会一直退 一直退一直退 那越营收比较不一定 越营收它因为它 越营收因为单子慢慢的 AI单子慢慢进来 可是真正速度进来快的话 要到大概第一季开始 今天就是现在第一季了 搞不好有的还要到第二季 所以你急不得 这种公司它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搞错 跟它是不一样的 它可以营收可以532% 那即当贯进来啊 你不能用这种公司来比较 营收创新高 营收跌的话 这样股票就会怎样 这早就已经预期它会跌啊 不然它怎么会整理呢 不然怎么会要整理呢 都知道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应该要知道啊 一定要知道啊 为什么它营收会退 一定要知道啊 你不能开玩笑啊 你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啊 像它就没有啊 它就不会退啊 你每一家公司不一样啊 因为做晶片的它就不会退啊 它不会啊 它会一直持续成长啊 问题一直持续成长就表示说 它股票价格就是很强 就不会跌啊 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机会 它才会跌下来 它才会跌下来 跌下来不好嘛 你只要预期它未来会再上来就好 成长利率会再上来就好 很多的这些股票啊 真正的爆发成长是在今年啊 尤其像这种股票 你不用期待说它 它最近会有怎么好的业绩啊 不要这样想啊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像这个这种反应是反应 就是现在反应今年嘛 那问题是它短时间涨幅太大 技术面的调整 那技术面你一定要给它时间啊 你要给它时间 你要给它时间 你不要急 你要给它时间 对不对 你一定要给它时间 我这个都讲过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现在涨多了以后 开始整理 那就换这档上来嘛 这个老师讲 这档不是比较投机一点啊 那你自己看就好了嘛 这个是相关的嘛 相关公司嘛 AIPC嘛 要二块意思是什么 像这种股票不是吧 创新高 零月拜五不是都创新高 今天就拉回 拉回也没有代表什么 这个的拉回跟这个的拉回 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大战 因为在整理 它或许短时间 因为情绪或是当冲的关系 会创新高 可是它还是会再回头 因为在整理 大盘在整理 大盘在整理 有哪一档股票一直喷出的 不容易 除非是小型低价股的主力股 那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对不对 这种股票是AI相关供应链 这种都是法人股 那法人股它怎么可能 会一直冲上去呢 不容易 所以你看今天 艾浦跌下来 或是资源跌下来 这无所谓 但是你可以不要追就好了 有些公司你现在涨幅过大 正乖离比较大 你不要追 这支就好了 我没打压 我是在批评说 那这是算什么 这上下增幅12%呢 因为它幅度很大 我才会拿出来讲 我的意思就是最高跟最低 差了12%了 你如果要在家里 就要超级一支庭办 而且今天还说最低 明天还不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看这个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吗 你说这种股票 我会说的翻译 翻译你要先买 你不可以计划说 它反弹以后它就要创新高 它怎样又怎样 你不要想那么多吗 它没有这个条件 它这个大跌之后的反弹 这个反弹是交在这边的大跌而已 所以它会再跌下来 那跌下来以后 我设计那边就跌到了景线附近这里 它又出现了一个短线的买点了 百六块左右 你就没需要买这支股票了 但是你上面一百八十几块 你要买掉了 你不可以抹掉 报上报下都不卖啊 那这不是操作的逻辑啊 那我的节目没有人家 叫人家细报什么长期炒投资 就没什么事了 我们都是价差操作的啊 对不对 那用友达跟什么涨起来 再来啊 涨起来就涨起来啊 就有人买就会涨起来啊 你不能让他涨一下 他还不够去啊 友达跟陈川还不够去 你让他涨起来就不可以了 他有量就有价 不能涨一下 所以他涨起来 你也不用解释那么多 就是有钱来买的啦 就是这么简单啊 当然报价也有上扬也有关系啊 像记忆体最近的报价第一季 不是都是报价也都涨了15% 那股票价格早就反映过了 所以你看现在记忆体的相关公司 最近都在经理后就涨了 对不对 因为他早就涨起来 早就已经这一波先涨了啊 你看看 有的去堆的也是都逃劳啊 你堆这些也没人多好坑啊 也是逃劳啊 对不对 你看看都看薄座在做股票 我也去买的最高 对不对 看薄座也去买的最高 一定的 薄座也慢慢拍这些下 了解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像这个跌下来 这个本来就都知道它会跌啦 那没什么啊 8046 这没什么啦 我说要做这周ABF宅板 以这档为主啦 我都说过了 还有很多股票 比如说今天涨停板 这都是小主义股啊 就看看就好了 这没什么好看的 小主义股啊 这种东西有什么好谈的啦 你谈什么强势股涨停板怎样 这种也太多了啦 我跟你讲太多了啦 比如说我打过去 打出来这些股票都是一样 都是价格很低 然后随便主力一甩就涨停板了 那没什么好参考的 你看看就好 你如果要玩快钱要跟他赌 我也没有意见 我也不会不赞成你这样做 因为我认为你如果去操作强势股 追高我也都没意见 我不会叫你不要追高 但是你要自己设定风险啊 风险框管啊 可是我的操作 我不一定会去买这些股票啊 我都是锁好自己一母田啊 顾好门前三分地啊 我都做同样的股票 我又没有在落下来玩的啊 股票去起我又没有在插他 我是说而已 我就看好这个啊 所以你看好这个都会不会起啊 我不会叫你买这里啊 你搞清楚状况啊 我是买199啊 我也不会给你买这个啊 总比你去买这个167.5好吧 我买这个买199有什么不好 可是藏起来又跌下来 跌成又跌下来 我还是赚钱啊 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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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已经跟你说过 你现在在经历 你不可以想要赚快钱 你想要赚快钱 你想要赚快钱你就跟他拼 去赌那些涨停板的 那我不要啊 我不要啊 或是像这个啊 我不是跟你讲说 我们买回来是90块5毛钱吗 上上下下下下下上上啊 还不会起啊 但是你说如果不起啊 我总比你买这个跑啊 去买那涨停板 买这里追高以后套牢好啊 而且还不是只有卫生这样 很多股票都摔了一大截下 你也都知道啊 我是不需要拿出来说而已 一些股票都落到26个 你自己心里也知道了嘛 所以这种股票在落到 你有什么不好啊 很好啊 我没有叫你买这里 你现在就到季仙你要注意一下啊 你说老师这个 老师你说可以买 但是为什么还没有涨 就是没有涨才叫你买啊 涨起来叫你买干嘛 你如果这么三百啊 我就说这支还不用买嘛 这支会不会创新高 老师你说会创新高 为什么不能买 我已经说过来它就没下来嘛 有比它更好的啊 不是它比它更好 就是说有股票 这高价股有跌下 你就注意这个嘛 你注意这个我会跟你说过啊 我就跟你讲说 这支股票这支股票这支股票 未来都是2000斤啊 看谁比较快到2000斤啊 就是二字头的千斤股啦 我就说过啊 不去啊 就是不去才来跟你说啊 去才跟你说要做什么呢 涨起来跟你讲干什么呢 要叫你追啊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讲的这些股票 就是希望你特别注意 你不要急 不要急指数你让它整理 你不要一直期待说指数一下 一万八一万九不要这样想 你越是这样想 你股票会越买越多 你会越套越多 你持股会变十档二十档 变成五十档一百档 你会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然后买什么套什么买什么套什么 我没有偏你因为在整理啊 那既然整理的话你就要淡定一点 要用拉回测量缩的时候去买 那买起来以后设好停损点就好 等它整理结束以后它就会大涨了 了解我的意思 对不对 加上还有Telegram Ego 3008 如果你不会操作啊 不知道怎么买或是怎么卖 你就跟着我们操作 这个广告时间打电话到公司 这个行为我们的服务人员 我们股票操作是用手机简讯 通知买卖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它买跟卖的价格 是在盘中里面通知 那盘后是解牌 那我那个大盘还是继续要整理 所以你要小心操作 你要用价差操作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